今天要讲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讨论啊 你来美国读书读本科读硕士 什么叫成功 你这成功的评判人是谁 你说评判人是你的家长 你的邻居 还是你的招生官 还是就业的老板 我认为呢 是你最后就业的这个老板 因为呢 读了这个好的学校 对吧 招生官把你录取了 但是你到最后 你还可能是找不到工作失业的 所以到最后 你别管是本科硕士博士 他终点都是就业 所以呢 你如果在美国读书 咱们说本科的学生 大家觉得啊 我这个费了半天劲 对付这个哈佛的招生官 对付这个约翰霍普金斯的招生官 得到认可了 技术学校 但是这技术学校呢 你本质上来讲呢 你还是花学费 花钱买的这个服务 对吧 你就算是哈佛也好 约翰霍普金斯也好 或者宾州州里也好 他的教授都是对你呢 你是一个付费的客户 对吧 虽然他是有他的教授的这个权威 所以你是在买需要的服务 买教授的服务 对吧 你要是在硕士 那就更加了 在很多的这些名校 包括像格达 约翰霍普金斯 什么 UC博克利 都有很多的项目呢 就是为了针对一些国际学生 愿意去名校 所以呢 你想去录取 想得到他们认可 这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在哈佛拿到学位了 在伯克利拿到学位了 你要走出校门了 你下一步 你就是要一定得到你的雇主的认可 那雇主呢 他不是收你钱来让你干活 对吧 他是要给你钱的 对吧 是你和雇主一起来创造价值来服务这个雇主的客户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雇主对你的评判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能给我带来什么价值 你能给我干什么活 对吧 你干的活多 你的价值高 那我就会雇你 要不然我根本就不顾你 我不管你是哈佛毕业的还是宾大毕业的 而学生有的在开始呢 并没有花那么多时间精力 钱去来得到所谓藤校的录取 或者在藤校里面竞争得到好GPA 而且有的这些学校呢 比如好的公立学校 像伯克利啊 像UIUC啊 普渡啊 华大西雅图啊 这都是又难进又难换专业 甚至不可能换专业的这样的学校 那么呢 一些学生他没有把精力花在这个方面 而把精力呢 放在后边 让雇主录取呢 哎 最后他们的结果 反而比前面那些结果好 而且这些学生可能还不如那些争取进到了这个 很好的名校的这些学生 姿势好聪明 所以呢 在这里边 我觉得呢 你要搞明白 你需要准备是谁来评判你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我讲的内容呢 可能呢 和你们听到的其他的顾问讲的 和你们的这个认知呢 不太一样 我知道呢 现在很多家长都去听这个讲座啊 说啊 这个哪个机构有多少学生进到什么名校啊 进到什么藤校啊 我不认为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 我们后人每年也有很多同学进到一流的名校 一流的藤校 但是呢 各个学生各家庭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主要的留学群体的目标呢 那还是为了上岸 为了就业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上岸就业 那么如果在美国上岸就业的话 那么我想告诉你呢 你的评判人就是这个雇主 就是这个招人经理 那美国的招人经理怎么想的 这些方面呢 我们后人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数据 非常非常多的经验 可以帮到你 所以呢 你早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呢 可能呢 就对你达成你最终的目标呢 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好的 那今天讲的内容呢 和大家以前的认知不太一样 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美国多年的教育实践的 总结的经验 希望呢 能引起咱们中国的同学和家长的一些思考 希望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呢 觉得建想内容还不错 也能帮到你的同学朋友 谁和家人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分享 就能改变他们留学道路 甚至人生轨迹 我是长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